这个停车厂是个商场 这边叫茂 都已经这么多车了 BC省啊 Brentice Columbia 它这边都起的英质的名字 是因为加拿大属于英联邦国家 真的开门了 哎呀 本来说6月1号开门的 现在商场 都开门了 已经有两个月没进商场了 给大家进商场看看吧 百货商场 真的假的 哎呀 好新奇啊 商场开门了 好新奇 真的好新奇 这是清洗手的地方 这边人口比例 也是老年人 中老年人 老年人比较多 他们 大家知道二次大战 以后就像我们58年大跃进的婴儿潮一样 他们叫婴儿潮了 所以这次疫情呢 北美这边老人院 这个发病率最高 死亡率最高 真的好新奇 好这个心情 不一样 因为两个月 疫情隔离 商场都关了 现在还是要求 开的商场 进来的时候 他有一个收银的地方 要用那个有机玻璃板隔着 今天是星期天 刚才说了 5月31号最后一天 本来说是6月1号开门 真的很奇怪 很新奇的感觉 给大家介绍一下 北美的这个疫情 我在加拿大 我们群主探户的地方在美国 我们是一条石区线 刚才说了 西海岸 现在是5月31号 下午 三点 左右 我没看准确的时间 好吧 我照一下以后 还是出去吧 口罩没有强行要求戴 就是华人的商店 来调求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 老外的商店还没有 现在现流 就是人间隔 要两米 看到黄金首饰 看到我老弟那边美国 都抢了 黑人趁那个警察 暴力执法这件事情 致死黑人 死亡 咖啡店也开门了 哎呀 好香啊 好吧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会不会超过时间 要进群交流的啊 加微信 tj 网2003 tj wang 2003 连起来啊 然后验证 以后就可以入群交流了 我们北美交流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